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宜兰昭西乡 有一家饼店的楼上外墙 最近挂上了一面大看板 上面就写着天灭中共 暴政必亡 吸引了好多游客都停下来多看了两眼 有人以为这是不是饼店挂的广告 这让店家非常的无奈 他们赶快出来强调 他们只有租一楼的店面 楼上的墙面是房东出租的 跟他们真的没有关系 人来人往的郊西火车站 一家饼店的楼上挂了一面好大的招牌 仔细看这不是饼店的广告 蓝底白字 大大的字写着天灭中共暴政必亡 难道这是生意人的广告创意 这有一个客人跑过来跟我们说上面的招牌 我们才跑出去看才知道有这个招牌 大看板除了天灭中共之外 旁边还标注了几个字 这是天意顺天者昌 盖朝换代称香港 饼店就位在热闹的三角窗地带 游客要不注意到它的存在实在很难 因为台湾是民主 这样子 OK 他讲的太 就算这个有点太直接了 其实大招牌挂在这里已经有几个月了 在网络上也引发讨论 有网友说连香港论坛都有人在讨论 甚至还传出有香港游客要来朝圣 并不会说因为看板的广告 然后生意变得爆好还是什么 我是觉得好像都差不多 饼店担心被贴上标签影响生意 在店门口挂上告示牌 强调只有成租一楼店面 与二楼广告无关 老板不想与政治沾上边 但是游客若来朝圣 顺便买些伴手礼回去 想必是多多益善 没事新闻黄扑易一栏报道